我身边就有认识的人到大陆去打疫苗 有一个是我的学生 我们博士毕业的学生 现在在福建教书 他还把他台湾的亲人都带去中国大陆打疫苗 我想到大陆打疫苗 可能会越来越受台湾民众的欢迎 它是一个相对的趋势 到大陆打疫苗主要有三个好处 我归纳了一下 第一个主要是政策支持 从4月份开始 国台办就告诉台湾民众 如果是台湾居民拥有大陆的居住证 或是有医保的一个参保的证明的话 就可以免费在大陆施打疫苗 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向县级以上的台办申请 由县级以上台办来组织安排 那当然第三个是对于在大陆念书或工作的台湾人 也可以来施打疫苗 可是最近这样的政策又更加的放宽 对台湾民众更加友善 那只要符合相关的接种的规定 就是遵照一些防疫的安排的话 那么台湾人在大陆都可以打疫苗 所以我觉得政策很明朗而且很有善 是吸引台湾民众去打的第一个强力的因素 那么第二个因素是你综合性在全球的防疫情势 中国大陆的防疫的环境更安全一些 所以这也给台湾人多一点的信息 那么第三个我觉得主要是从疫苗的角度来看 那么大陆的科兴疫苗还有这个国药都获得了WHO的紧急的使用清单 那么而且在中国大陆就打了9亿以上的这个剂次 它是大概是全世界最多剂次以及覆盖人群数最多的一个疫苗 所以在有效性跟安全性上面 其实也让人家增加信心很多 我觉得基于这三个原因 会让到大陆去打疫苗成为台湾人越来越多的一个选择